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集课程很精彩 铃声一响 接着来 同学们 老师好 请坐 共同走进超级课堂 我是徐元忠祐 我是班长大阳 我们的课号是 上课我们是 真的搞笑 我俩是奋不顾身的 没错 超级课堂又开课了 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 班长 这月怎么又扣我奖金了呢 为啥扣 还用问我吗 你心里应该有数 我有数没数了 你就不想跟我说点啥吗 一句话 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了 你就不用再这么问我了 他也一直选老虎 老哥 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 怎么又躺在这了呢 哦 我知道了 还跟我俩玩低头颅吗 哈美丽 干啥呢 钱帅帆 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怎么呢 我今天早上 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 你就是不干 你非要去签合同 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哪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那 那我得跟你解释一下 我不听 我不听 我想听 你想听什么呀 媳妇 你跟谁躺一块呢 你一块 是我吗 不应该是你哈 你谁呀 后子 阿米丽啊 哎呀 咋回事啊 咋回事是吧 大老虎 咋回事啊 哎呀 老公 老公老公 可能是这么回事 我刚才吧 可能睡梦圈了 我从来的时候 我就把他当你了 我就 后子 你怎么来我家了 你怎么我跟谁一样 媳妇 媳妇 你先别着急 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 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 我可能是蒙着了 我从来一次啊 我回来了 哈哈哈哈 一片这么美 两只小老虎啊 这怎么回事啊 解释解释呗 后子 怎么回事 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你别跟我解释 你跟他解释去 哎呀 真费劲的 老钱 哎 后子 我掉坑里了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 你掉哪个坑里了 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哎 这事你妈也知道啊 我妈 别瞎说话 我就问你 你怎么来到我家 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我昨天晚上 家里一晚上班儿 没睡觉 早上起来 我就开了个车 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你说重点 最上一个带水坑 你们老太太掉到水坑里 我为了叫那个老太太 老太把我掉到水坑里 然后我一生 你老太把我带到她家 然后说给我洗衣服 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 就站在这儿了 老公 嗯 听明白了吗 是我妈把她带来的 不是我 不是 你我肯定是相信 好 你在这儿歇会儿 哎 你别动啊 你坐 干啥 干啥呀这是 说这本 这本是 我印象当中 你是个修索的 你现在改编剧了 你编的这故事 也不合理啊 我告诉你 浩子 你刚才编这故事 有三大不合理 我经常跟我媳妇说 我说了好几回 我说你给我买这套睡衣 我穿着不合适 不合适 今天我明白了 你穿着合适 第二大不合理 你刚才说我的岳母 掉水坑里了 今天早上是我 把我的岳母 送到了菜市场 送完了菜市场 我就去公司签合同 还没到公司呢 我就发现 我没带公章 于是我就直接回家 来取公章来了 就这么 屁大点功夫 你说我岳母 掉水坑里了 咋的 你推掉 第三大不合理呢 第三大不合理 我没想起来呢 阿姨都回来了 我妈回来了 跟哪儿呢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找着了 第三大不合理 我妈洗衣服在这儿呢 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 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 哎呦 树花 你也因为这点小事 生气行不行啊 诶 此言差异啊 啊 媳妇 我啥时候跟你说 我生气了 什么生气啊 解放邻居们 我生气了吗 我现在是生气了吗 救命啊 别回去吧 怎么了 这钱师傅 咱们俩都生过这么多年 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的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媳妇 我相信你 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 俩老虎挡一块 你说冲击力太大了 哎呀 老钱 这事啊 我给你解释清 我把阿姨找回来 他都给你说清楚 你不站住 你把我老虎皮给我拖下来 拖下来我咋走啊 你爱咋走咋走 你咋进来的 你咋出去 有啥了不起的 我就破老虎皮 我突然我就还给你 我自己也有衣服 我就穿着这个走 你看见了吗 他这个走 站住 你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对 我给我媳妇买的 给媳妇买的 给她的媳妇买的 媳妇怀孕了 媳妇怀孕了 我媳妇怀孕了 七个月了 正好七个月呀 浩子呀 我明白了 该走的不是你 应该是我呀 那个谁 你 再见 谁是问个干 干啥呀 你叫我呀 我问你想干啥呀 你在这说啥呢 都把人后都给说的 胡说八道了 咱俩生活这么多年 我跟你说多少遍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媳妇我相信你 你听听浩子在这 编这故事 编的合理吗 你信吗 浩子 不是我说你 咱解释就解释呗 你说你编什么故事 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 还扯什么 你媳妇这媳妇的 这不挺恶神的吗 哎呀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 这真是给我媳妇买的 哎呀 老公你不了解她 浩子这个人吧 就是这个样的 小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 她从初中追到我指甲 从指甲追到我记相 我跟你说 就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答应过她 你说就我二媳妇的人 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 从来没含糊啊 二媳妇 你在感情真的没含糊 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你看 我不承认 就就就这样 就这样 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 你上学放学 你天天跟着我 有时在我前面 有时在我后边 有时还跟我哼哼嗝 你咱们不知道咋的事啊 阿米莲啊 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 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 我怎么回家呀 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 放了学的 我咋没晃晃晃晃晃晃 晃半个小时 专门把回家 你知道我为什么 我就怕你误会 老公 你吵他死出 干嘛 浩子 你要再这么侮辱 我的魅力的话 没人管你 老公 咱们胡说胡这些 你能够想明白 你放心 浩子 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 你媳妇也怀孕了呗 对啊 也是七个月呗 对 这么巧吗 那我问问你 你媳妇凭啥怀孕呢 陈诚峰 你媳妇凭啥怀孕 我媳妇凭啥不能怀孕 我媳妇凭啥不能怀孕 你为啥不讲理呢 她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呢 她就这么巧 你媳妇也怀孕了 谁能证明啊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 打个电话 你给你媳妇打个电话 我这电话呢 就破衣服 我不想穿了 电话在我这兜里了 你等着啊 你打 等着啊 你打 我给我媳妇打电话 我就不相信 这光你媳妇能怀 喂 媳妇 你怀孕了吧 别说 别着急啊 我按上脸提你再说 说 谁女媳妇啊 你有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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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回事 你媳妇啊 哎呀 这真是个媳妇电话 你要这么整的话 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 他怀孕了 这这这这真是我媳妇电话 真是你媳妇电话 真是说你有病啊 钱总 赵快递啊 啊 你打跑我家来干啥玩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 啊 这取了大半年还不回来 人家杨总都急死了 干嘛 那杨总 去哪了 谁在等不了你 回家了呗 好的呀 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啊 你啊 你这是干什么玩意 在这编什么故事啊 你这点误会解释清楚 不完了吗 你编什么编的你啊 你就是个小心眼啊 我真的是 给我老婆打的电话 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 什么玩意啊 你啊 我再打一个 你打 我打 你等着啊 喂 喂 媳妇儿 谁是你媳妇儿 你走啊没玩啊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你有病吗你 你有病吗 问你谁是你媳妇儿啊 我给我媳妇儿 你叫我病 喂 媳妇儿 谁是你媳妇儿啊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你有病 你有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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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 我媳妇儿 田总 我犯错了 我拿错电话了 你这是玩的哪出 咋回事啊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嘛 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 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田顺峰 浩子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对 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 她姓杨 姓杨啊 她怀孕了 我不知道 怀孕了吗 肚子老大了 跟她一样 她是我媳妇儿 这么小吗 洗回来了 洗回来了 哎呀 咱家的这么热闹呢 孩子 看着呗 我都给你烘干了 快点把这个拖子穿上 哎呀 你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哎呀 我本来应该在家洗 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 泡了一下子衣服 我没来得及洗出来 我这不就跑隔壁老王去 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 快干了 快点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 热情似火的 这样少受不了 我被冤枉死了 你跟他们俩说吧 爷 啊 咋回事啊 不是妈 你看这一对小老虎 这家让我给你撞了 哎呀 孙芳啊 哎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小心眼的 你这个妈跟你解释 妈你啥也不说了 啊 浩子 你全明白了 你是个好人 你救了我妈 你那我跟你说对不起 还得问问你啊 嗯 能不能整明白了 整啊 往明白了整啊 明明白白我的心 渴望一断真感情 明明白白我的心 超级课堂讨论课 今天话别说的啥 这啥事 刚才不给你捣红包吗 对 你再给我拿回来 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刚才给你捣红包吗 你再换给 不是 你再送给我 不是 你把它从这儿到这儿 捣进了我 你就是给你的家 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什么了 你不会是 想把这红包再要回去吧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啊 我是要脸的人 我能干真一种事吗 我还打红包 你还真说对了 下节课程很精彩 铃声一响 接着来 欢迎回来 再次走进超级课堂 我是学员周全 我是班长大洋 来 别想给你 你怎么就不做 这个调查了解呢 这红包咋撒手就那么快呢 人家真有啊 要贴人进口的 可这红包我给了老饭了 你说这不怎么办呢 我这又没有多余的钱呢 我这 哎呀 我这脸往哪搁呀 刚刚 刚刚 哎 老舅 怎么了 出事了 怎么了 我刚才不是拿以前的红包吗 啊 本来就是想给你们老饭家 那个天人进口的 英雄的 可是我没了解明白 把这钱不就提前给你岳父了吗 刚才我看见二米粒了 人家那可真是要天人进口啊 你头是为这事来的 你看我这红包没了 我咋 没事啊 老舅 您多余 知道吗 不用做红包 那不成 人家二米粒有家对咱们也有恩情啊 咱收拾房子没少帮忙啊 我这红包不拿我脸往哪搁呀 对不对 你借我一千块钱 舅啊 我那个情况您还不知道吗 我一个月就五十块钱零花钱 不可能 我真做五十 真的 他一月就五十你们信吗 对 你街坊邻居都了解 不可能 我跟你说你都当物业经理 我真是五十 舅你看你看 不是 你不用 舅 舅 你看 我我就五十 你看 我这我不骗人 舅里没有了 我没有 就五十 你就五十 那就五十吧 就啊 这样 这五十不能都给您 我给您四十五 我得留五块钱生活费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啊 我给个红包给个四十五 这叫啥事啊 我脸往哪搁呀 算了 我不求你了 我找你吧 那个老范大哥呀 哎哎哎哎 老范大哥 哎哎哎 那个刚的 哎 你到我那礼物 把我珍藏了一瓶酒拿 我知道 在柜子上面那样 好好好 只是 哎呀没指示啊 老范大哥呀 哎 给你商量个事呗 说 刚才不给你个红包吗 对 你再给我拿回来 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我不是刚才给你个红包吗 你再还给我 不是 你你再送给我 也不是 你你把它从这儿到这儿到 那个我 你就是给你了 然后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什么了 你不会是想把这红包再要回去吧 哎呀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啊 我是要脸的人 我能干那种事吗 我还把红包要 你还真说对了 哎 什么意思 我不是要啊 我吧 是把它拿过来 在红包上 我得写几句 祝福的语 啊你想往上写字 哎 算了吧 不能不能算了 你看 我只给钱 这表达不了我内心的语言 所以我就想在红包写上 红包一千 祝嫂子平安 哎呀这词极力 哎哎哎哎 给你写吧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 你看这就对了 红包一千 你咋还不走呢 你看啥呀 我又不是给嫂子写情书 你看看 你写写吧 我张罗马鸟 你看 这规矩不掉 一包一千 祝你平 你写啥呀 我写呀 我是赎钱 你写啥呀 我写啥呀 行 这就成了 二零啊 哎 不嘞 哎老焦 怎么了老焦 没别的 钱不多就500 哎 别别别 老朱这真不合适 别别别别 别人 贴人进口是大事 我得表示一下行 再说这钱不是给你的 啊 是给你这个未来祖国小花朵的 啊 哈哈 哎呀 那老焦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钱我就收下来 必须 我替那个小花朵谢谢你 不客气 谢谢老姓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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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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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行了 红包的问题解决了 刚刚 刚刚 哎 怎么呢 把这红包 再给你老丈人送过去 您不是已经送过了吗 什么话都不要问 你知道这里边的事就是一个错误 送过去 哎呀 要说人聪明啊 挡都挡不住啊 哎 你怎么怎么这么聪明呢 红包以前 你 坏了呀 我上边写着红包以前 可里边就都不乱了 找范佳克要是网吧一数 我这脸往哪格呀 我这 哎呀 老饭打住了呀 哎 来了来了 老饭打住了 啥呢 还要把红包要回去啊 哎 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要要要要 我要我我我我要吃饭 吃饭了 那马上就好了 阿姨 哎 开饭了 我打有点吃饭了 开饭了 哎 真是这么老饭了 你不是 你老舅来了吗 哎哎 一会儿吃饭回来啊 让你回你老舅好好 多喝几杯啊 没问题 大爷 大爷 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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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小倩 小倩 我老佩服你了 真的了 你说你咋啥时候来都能赶上人家开饭你 哈哈哈哈 哎呀 那吃点吧 那个 我不吃饭 小事 我找您有事 说吧 那个 我三太爷 就是您师父 啊 对我师父 今天不九十大寿吗 你不说去诸寿去吗 哎呀我 哎呀 我给忘了死死的了 事我跟你说啊 今天这么 你大姑姑她老舅来了 啊 她家 我我们家你米奶奶还住院了啊 我真去不了了啊 哎这么对吧 啊 这红包 你替我烧给我师父 啊 大爷爷 摩托必须你放心吧 哎呀呀呀小倩啊 啊 小倩啊 这个红包啊 舅爷 你也想随一份啊 这这红包 她她是我的呀 她的 你的 哎 大爷爷 那哪份呢 我那个那个谁 她跟你开玩笑呢 哈哈 来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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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走吧 大姑啊 我三太爷平时对你可不错呀 你不表示表示啊 哈哈 王俠 啊 你说的对 哈哈哈哈 那个你也帮我带回去五百 行 哎 啊 写谁名啊 写你名吧 好嘞 啊 啊 怎么不让我 写我名 我到底马上就知道 哈哈 嘿嘿嘿 不是我的 哎呀 哈哈哈哈 好 下来了啊 啊 咱不留他吃饭呢 吃饭 来来来来 有点事 啊 坐着 哎 那五百块钱你也随出去了啊 啊 哎呀 把人对我可好的小时候老抱着我玩是吧 对他这 帅爷爷 哎 帅爷爷 你开不脚步了吧 啊 你帅你啥事啊 怎么了 我幸亏长个心眼 拿出来看看 你随多钱呢 一千呢 多钱 一千 这里是一千吗 是五百 哎呀你这孩子 我就说你打小这二了八几不识数 这他写的是不是一千 你再看看这钱 这是不是一千 一二三四 哎 看着呢 看着呢 帅爷爷 这包上写的一千 里边装五百 帅哥一分钱别水 直接水的包不就完了吗 这儿帅哥看 不对 你 那兜里咕咕囊囊传出来的啥 五百块钱 这不就对上了吗 啥玩意儿就对上了 这不加起一千块钱吗 这五百块钱 是我二姑给我的 你没看到吗 爸爸爸 是我给他的 那不对呀 这五百那 你把那五百拿出来 我干嘛呀 你拿出来吧 你拿呀 我坦白 我交代 我一切都说明白了 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今天我来呀 拿这个红包里边 就装了一千块钱 这一千块钱提前就给出去了 等二公司出来 我才发现 人家二米粒是怀了孕的 我就想给他红包 可是我当时不就没有了吗 我一会就把你那红包又拿过来 然后把里边投出来五百块钱 我都给了 那个钢子 你替我把这事再说说清楚吧 这样 我证明啊 我老舅说的都是实情 其实这事呢 我老舅想的也挺周密的 他唯一说过的就是 但是没想到资金流转这么快 就是 舅啊 其实我说一句啊 亲戚朋友之间呢 有点啥事 咱真没必要 非得送个红包啊 随个份子 那这事干啥呀 对不对 对 咱不能用这个红包的厚度 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嗯 你说这太对了 这样行吧 舅 我提个建议 您把这个红包收回去 咱从此咱不用这个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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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吃饭 来 不是 我这个 你这个 吃饭 爸爷爷 你太讲究了 我误会你 你还让我吃饭 哎呀 怎么这件事 我才明白呀 老范家人是真讲究啊 你看这红包 太兴趣 送的都是我的钱 我爱吃饭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老一切合 又到了科建操的时间了 一会班长还要点名 一会见 时间太快了 一转眼下课的时间到了 没上购 不要紧的 明天傍晚5点20 十准时打铃 千万别迟到 好 最后还是一首好听的音乐 送给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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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